把门关上 好 谢谢 你们那龙虾壳是哪儿找到的 谁找到的 就是 其实是王以菲找到的 这个我们都没注意到 王以菲他每一层的垃圾我们都翻遍了 就 他们有的人就把垃圾丢在楼道的那个非常阴暗的地方 结束了 结束了 可以 你们这个阵子找的太关键了 感觉不管是事实还是法律的书都好彻底 我不让你们观察没有 我观察到曲泽林 曲泽林在中间跟王永菲做了好几次这样的动作 我信心满满 信心满满 信心满满 为什么呢 他发现那一组并没有像他们做到这么多 比如翻垃圾的这些细节和沟通出来这么多细节 他的兴奋点都在这件事上 我知道的更多 所以我信心满满 我要在学了 太可爱了 但就你看得出来 他并没有这个看出来 人家那一组的逻辑链条和呈现的 是比你的强的 你这个PPT 前言后语很多重复的 你还在这信心满满 所以他的重点不在这上面 所以说明他这个意识是差的 但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就是他们翻垃圾了 对 尤其那里边有小龙虾 这个说服力一下就大增 对吧 这组呢我感觉是这样 失败之处在什么 在这份呈现这个 这份东西太灵乱 感觉两个人分着做 然后拼在一起 对 也就是说 所有的努力在这份呈现出来的 我叫work products上面 出问题了 对 第一组 他们逻辑是这四组里面最强的 第一组的这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做得很好 更能说服我的是15楼 因为咱们这是一个调查取证的 这么一个项目 我觉得从取证来说 它这个实物性的取证 可能更能说服我 我跟石律师观点是一致的 至于最后呈现给客户 当然现在不太好 但是咱可以自己回来 在办公室加工 那你素材得有 所以让我来判断的话 我觉得还是第二组比较好 我和他的意见是一样的 对 你看 变成2比2了 让我来投的话 我投 那行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决定 你说呀 说了咱还投啥呀 心心满满 心心满满 来他做的时候 我相信那个泽灵看完应该 不要散学了 尽管他们这几天 有很大的成长和进步 感觉越来越像个律师 但是孩子气是掩饰不住的 他应该是被保护得很好了 从小的成长环境里 对 所以他可以非常自然地做自己 但是我真的觉得 尹飞真的被看见了 对 你仔细回想一下 他也没有特别的张扬 但是他那个刃劲 这个东西就表现出了 王尹飞比较像长跑选手 他需要一点时间拉开 距离他的身位的优势才能被大家看见 尹飞可能性格因素 可能他以前处于一种比较不自信的状态 后期他慢慢打开了 不仅开始自己打开 也开始鼓励到别人了 然后在这种积极心态调动下 可能会有一些更积极的举动 会去积极地争取一些作为 但是我真的觉得 王尹飞他是好好的做默默地做 我总会被看见 当你终于注意我的时候 你发现我是有实力的 嗯 对 但是这只是我们在组内的讨论 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判断出 哪一组更优秀 下面就再次到了我们 京东花样加油榜的竞猜时间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呢 是我们京东校园花样学生会员 只要在京东通过学生身份的认证 注册成为花样学生会员 就可以购得PLUS的校园卡 学生专享价3.5折优惠 力度非常的大好不好 好下面这两组 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一组是在逻辑上 和法律体系上更优 这一组是取证更细 然后PPT做的混乱 我从我的角度来想的话 我会选那个泽灵和尹飞那一组 我选的是能力 PPT做跑是一种技术 技术是可被培训的 但这种能力不是能被培训出来的 对 一轩跟丁辉只有访谈这一件事情 然后他们有调查 没有对物证的这种关注 尹飞跟泽灵确实找到了这个龙虾壳 对 我对泽灵尹飞没有任何疑议 三票了是吧 泽灵尹飞 职场敢拼敢闯 生活有模有样 敢拼敢猜 然后我们一起进入京东花样 花光时刻 好紧张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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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